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讲述项目规划的最后一个话题 开发模型的选择 所谓开发模型就是系统或者软件项目 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步骤来进行开发 或者说各个项目阶段之间的一种关系 我们这一小节主要介绍三种常见的开发模型 首先来看第一种模型 POOP模型 这个模型是最早被提出来的一种经典模型 它将软件的生命周期主要划分为六个部分 这六个部分分别是软件的设计提出需求分析 然后架构设计 详细设计 编码测试 各个阶段是自上而下的 前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再进行后一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的输出作为后一个阶段的输入 这种模型是一种经典的模型 它的特点是各个阶段是独立的 第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再进行第二个阶段 那么各个阶段之间就会产生大量的文档 会增加一定的工作量 第二个特点 它这个开发是线性的 而且我们看到编码是处于比较靠后的一个项目阶段 所以用户在建到这个软件系统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靠后的阶段了 那么如果拿到这个东西觉得不合适 或者不能满足需求 这个修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早期的是一些设计错误或者说缺点 那么要到项目的比较靠后的阶段才能够发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模型的适用情况 总的说来这种开发模型适合一些比较稳定 比较成熟的一些项目或者产品 产品的定义需求 或者说技术方案容易被理解的时候 比较适合于这种互购模型的开发 如果说整个开发团队经验相对缺乏的时候 采取这样的开发模型也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开发方法 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的财务系统 库存管理系统 这些都是一些需求比较稳定变化 相对较小的一些项目 所以比较适合用这种模型 那么这种模型的缺点就是缺乏灵活性 对变化应对能力比较差 要求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整个项目的需求清晰的定义出来 但这个恰恰是整个项目最困难的部分 第二种模型是增量开发模型 增量开发模型 整个系统被分解成为若干的部分或者构建 每一个阶段实现一定的功能 然后将各个构建或者部分持续不断的集成到系统中去 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阶段都交付项目的某一个部分 这种模型的优点就是用户他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软件项目的实现 我们往往最先做出来的往往是这个软件系统最核心的功能 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更好地适应变化 而且各个阶段的开发周期相对较短 或有需求方面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小一些 这种模型它有什么缺点 各个构建各个部分要持续的集成到整个系统中 所以要求我们的系统在设计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或者弹性 第二个缺点就是新的构建在集成到原有项目的过程中 会对现有的部分构成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个缺点就是后期的增量 就是后面的一些集成进去的东西可能会修改前面的实现 如果说这个修改的部分又是公共部分的话 对前面的构建会有一些影响 第三种模型是敏捷开发模型 敏捷开发模型提出的比较晚 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开发模型 它的主要思想是快速的适应变化 快速的交付 高效的开发 更强调团队之间的协作和面对面的沟通 这种开发模型就认为 面对面的沟通比文档更有效 因为人是活的 文档是死的 这种开发模型更强调 人在软件开发中间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敏捷开发的一些要点 如果说这个系统可靠性或说安全性方面 要求较高的一些关键系统 那么就不太适合用这种方式 如果说可靠性要求较高 更适合用一种比较稳妥 更加规范的一种方式去开发 第二个要点就是团队之间这种沟通效率要高 而且能够满足这种沟通的需要 第三个要点更加适合一些小型的团队和小型的项目 有人也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这种计划性 或者说纪律性的一种方法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 更加注重实际和注重效率的方法 那么重要的是我们的开发团队要把握好这个度 其他还有一些开发模型 比如上圆形模型 飞行模型 螺旋模型 这个大家下来去查一下资料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开发模型的时候 主要依据什么呢 主要依据我们项目的特点 团队的特点 需求的特点 来选择一个最适合我们项目的这样一种开发模式 感谢观看 画主要依换 似买